欢迎光临国际网球名人堂博物馆 坐落于美国罗德岛州新港市的国际网球名人堂博物馆 每年为来自世界各地的网球爱好者 创造独具一格的网球体验 这里是美国网球的诞生地 在1881年 美国的第一场网球冠军赛在此举行 在过去的50多年中 网球名人堂先后获得美国网球协会和国际网球联盟的认证 在20世纪80年代 名人堂被评为国家历史里程碑 他的历史和文化意义被正式认可 每一年国际网球名人堂都会接纳新的名人堂成员 这在网球界是对网球冠军们和杰出贡献者们的最崇高的敬意 这一荣誉基于个人的综合成就所评选 如重大赛事结果 世界排名等 或是基于个人作为教练员或组织者对网球事业的杰出贡献 在名人堂的名人展馆中设有内容丰富的互动式展柜 用以纪念自1954年以来的220位名人堂成员 这些名人堂成员来自19个不同的国家 这也表现出网球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风靡 2008年 麦克成成为名人堂的第一位美国籍华裔名人选手 随着网球运动在中国及亚洲其他地区的不断发展 相信很快就会有更多的亚洲选手来加入这个阵营 国际网球名人堂举办西半球唯一的一场草地职业网球锦标赛 坎贝尔名人堂网球冠军赛 ATP世界顶尖排名的选手们在此一决高下 紧接其后的是每年夏季的温布尔顿冠军赛 每年会有成百上千的选手参加这一富有挑战的锦标赛 赛事电视转播覆盖83个国家的6000万观众 名人堂和男子职业锦标赛展现了本机构维系网球历史 支援网球事业发展的使命 网球运动的未来取决于对年轻选手的培养 这也是本机构的重大使命之一 博物馆向青少年免费开放 以为他们提供了解网球历史激发网球热情的机会 参观者可以在网球明星们比赛过的场地上适时伸手 名人堂有13个美丽的草地球场 每个赛季都举办各式青少年锦标赛 球场的职业教练能为各种年龄层次及水平的网球爱好者及选手提供演示和指导 在特殊活动中参观者还有机会和名人堂选手切磋技艺 名人堂成员、网球历史研究者及其他网球领域的专家 在这里举办各式各样的讲座和演说 讲座、戏剧表演、音乐节及其他艺术展示 在名人堂翻新的古典剧院中举行 国际网球名人堂是世界上最好的体育博物馆之一 这里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网球藏品 记录了网球历史上的精彩时刻 博物馆的藏品全面展示了网球运动从13世纪至今的丰富历史 博物馆的展品包括造型独特的奖杯、运动服装 不同时代的网球器具和艺术品 网球大满贯是这项运动的最高成就 大满贯展厅将带您领略伦敦、巴黎、墨尔本以及纽约 四大满贯赛事的激情和风采 国际网球联盟为网球运动制定规则和标准 在国际网球联盟展厅中 您能了解的不仅仅是条条框框 更多的是互动式的愉悦体验 您还能看到戴维斯杯、联盟杯以及奥运会的纪念品 在国际网球名人堂的辉煌建筑群和场地上 参观者能获得令人回味的网球技艺 国际网球名人堂博物馆 传承网球运动的辉煌、荣耀、历史和传统 这里是网球传奇的家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组 佐 topic 涉嫁